南投縣富幼志工協會 為鼓勵及勉勵學童促進閱讀風氣 特別邀請了中寮附近 市所鄰近的小學 且讀書計畫寫得不錯 成績優異的小朋友 來到中寮二重系用餐 縣議員賴燕雪也到場 與小朋友們一同慶祝 並肯定學童們的優異表現 今天是我們富幼志工協會 特別到中寮 跟我們鄰近的這四所小學 招待我們閱讀計畫寫得相當棒 成績表現非常優異的小朋友 來找到他們到二重系來用餐 每一位小朋友可以說都是非常的開心 我想這是連結我們有限的資源 那麼也有感於我們富幼志工 這一群姐妹 長期來深耕我們富幼關懷的這個區塊 縣議員提到 因為大部分學童家境都不是很好 對於閱讀的接觸並不多 因此富幼志工協會 下鄉前來輔導各個國小學童的閱讀風氣 發現許多小朋友都是一塊普遇 經過雕琢後 閱讀能力相當好 成績也非常優異 我們發現到這四所小學的小朋友 非常的可愛也非常的天真 但是因為家裡的家境的關係 他們在接觸的這個閱讀的層面相當的少 那麼透過我們富幼志工姐妹 下鄉來做一個輔導 感覺到每一位小朋友都是一塊普遇 都是經得起這個雕琢 所以今天他們的成績相當的優異 我們招待他們特別來 我們二重系來用餐 我相信是給我們小朋友一種鼓勵 也是給小朋友一種肯定 小朋友們也對閱讀相當有興趣 他們覺得自己透過閱讀能夠增廣見聞 增加許多知識 也因為讀書心得寫得好 有許多獎勵 因此小朋友們都相當踴躍 會學到很多知識 讓我們學習 寫這個閱讀心得 能讓我的知識變得比較廣 因為有許多福利 所以會讓許多同學想要認真的寫 今天我能來到這邊是因為我寫的還算多啦 所以多寫這個真的有幫助 那麼也期待說 我們心有與立友族的這些姐妹們 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受惠我們小朋友 讓我們小朋友的閱讀能力能夠作為的提升 也能夠縮短我們城鄉差距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透過閱讀能夠增加知識與世界接軌 以致知識不弱於人後 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正是偏遠地區學童們最需要的 因此先議員鼓勵有之加入 富佑志工協會的姐妹們共同努力 讓學童們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提升競爭力 民意新聞陳芸林 李一全 中聊採訪報導